从战国后期开始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就已经成了中原诸国的一大变换 北方的燕赵魏都修筑了长城以抵御匈奴的进犯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更是耗费巨大国力将北方诸国长城连成议题 为的就是抵御北方匈奴 期末天下大乱 匈奴又开始频繁进犯中原 西汉中年刘邦为了减除这个祸患 秦帅大军出击 没想到反被匈奴大军围困 最后算兵折将 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以谋求和平 之后汉朝进入了长达70年的韬光养晦时期 直到元光二年 汉武帝决然放弃和亲和防御策略 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 中原王朝才真正再度开始解决这个高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发动反击之后 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陆陆续续打了上百年 但真正激烈 决定两方胜负的战争 则集中在最前面的十来年 这短短的十多年涌出了一大批要力骨金的名将 引马汉海 风浪居须 成了后世武将们的精神涂透 我们现在回看史书 这段令人新朝澎湃的历史 只有了几个篇章就写完了 但是汉朝和匈奴的对抗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股力量之间进行的灭国之战 其中隐藏的各种惊心动魄是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来形容的 而我们深入分析史书的记载就会发现 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汉朝对匈奴战争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 从元光六年冬一直到元寿四年 这大概十年时间是汉兄战争最艰难最激烈最不确定 同时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十年 我们看看汉书匈奴战中对这段时间汉兄之间互相征战的记载 以至写禅于地利 其下 匈奴数万计入代军杀太守共有掠千余人 求又入燕门杀掠千余人 其明年春汉浅魏清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缺 其求 匈奴万计入代军杀都尉逐央掠千余人 其明年春汉父遣大将军魏清将六将军十余万计 仍再出定乡数百里几凶奴 得守虏前后万九千余计 而汉义王两将军三千余计 其明年胡数万计入上谷杀数百人 明年春汉室朴记将军去并将万计出拢西 过燕姬山千余里得胡首鲁八千余集 得修图王祭奠金人 其下 朴记将军赋予何济侯数万计出拢西 北地二千里过居岩 宫齐林山得胡首鲁三万余集 必孝王以下十余人 其秋 禅于怒昆爷王 修图王居西方为汉所杀鲁数万人 与赵竹之 其明年春汉谋以为西侯系 为禅于纪居木北 以为汉兵不能治 乃宿马发十万计 私父从马翻十四万笔 梁众不语焉 领大将军清 朴记将军去并中分军 大将军出定乡 朴记将军出代 贤曰绝目及匈奴 事后 匈奴远顿 而牧南吴王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制令军 往往通渠至田关 立足五六万人 烧蚕食 递接匈奴以北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史书 都容易把目光聚集在双方征战的过程上 而忽略一些细节 不知道大家就意到没有 在上面的记载中 匈奴侵略汉帝 大部分都是选在秋天出军 而中原汉朝反击匈奴 则几乎都是选择在夏天出军 这是随机选的时间吗 当然不是 这背后包含的是两个族举 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的斗争 我们知道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最大的区别就是 生产方式 农耕民族靠重地生存 游牧民族靠放牧 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来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而北方的游牧民族 经过了夏天封北水草的补给 马儿将是标匪体壮的时候 这也是依靠马匹作战的匈奴人 战力最强的时候 一个盲鱼秋收 一个标匪体壮 所以匈奴几乎都会选择在秋天出斗 这个时候不来打你 那么什么时候来打你呢 那么中原农地就只有受欺负的份了吗 当然不是 汉朝虚弱的时候是在秋天 那么匈奴削弱的时候是在哪里呢 春天 春天匈奴人的马匹和牛羊 经过一个苦寒的冬天 身上的脂肪都消耗了 正是瘦弱需要恢复的时候 而汉朝选择在春天出击 攻打匈奴性价比再高不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汉朝的出击时间 大多选在春季或者夏季 双方都选择在对方削弱的时候出击 且各有胜负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汉朝胜利 匈奴失败呢 北方的隔壁大草原面积非常大 从中亚到外星安岭 都是匈奴活动的范围 而且匈奴人都是骑马的 实在打不赢汉军 可以跑呀 往那茫茫大草原中一跑 汉军如何找得到 为什么最后会被汉朝打得分裂 投降 远顿 乃至消失呢 我们下面来讲这个问题 这才是汉兄对战中最可怕 最血型 也是最残忍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汉军除了在春季出征 还会频繁在夏季出兵匈奴的原因 汉朝在春季出兵 除了这个时候匈奴实力相对虚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季节出击 能够最大程度揭灭地方的有生力量 大家对人与自然这个节目中 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 莫过于 春天到了 草原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在北方的大草原上 冬天非常苦寒 一切生命活动都被压缩到了极限 开了春万物复苏 动物们都会抓紧时间交配 繁衍后代 到了夏天 水草风貌失误充足 这样后代的存活率最高 牛羊马是这样 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女人们 也是这样 人和动物都要尽可能在春天刚刚到来时 完成交配和生育 然后抓紧时间蓄集力量 迎接寒冬 而汉军选择在春夏出击 就必定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匈奴每到春季 牛马羊和人交配完了 牛马羊怀孕人怀孕 好不容易怀孕了 这是养胎的时候 敌人就来了 敌人来了怎么办 这时候只能躲了 三天一小躲 五天一大躲 躲藏就得跑 各种折腾 哪一个好好的人 这样折腾几天都受不了 更何况怀孕的女人或者牛羊呢 汉军年年春下来 草原上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在怀孕的时期都受到严重干扰 新生数量锐减 这样越往后实力就越弱 刘邦击匈奴的时候 匈奴还能派出几十万的骑兵来围困 到汉武帝扫荡丸 茫茫大草原已经很难见到人烟了 汉兄对战打到最后 一部分匈奴跑了 一部分主动来与汉朝弹劾 汉书匈奴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汉兵神辱穷追二十余年 匈奴运仲堕堵 罢吉苦之 自禅语以下常有愈合经济 匈奴已经被打到了哪种成怒呢 运仲堕堵 罢吉苦之 后面这四个字好理解 前面这四个字 运仲说的是人或者动物的肚子大了 行动已经不方便了 堕堵 堵通堕 在这里是堕胎的意思 堵 未及生 而胎败也 还没生出来 因为各种原因 胎在肚子里面坏掉了 运仲堕堵 说的就是很多匈奴女人 还有那里的牛羊 肚子大了 却不得不选择堕胎 要么就因为战乱 胎坏掉了 为什么会选择堕胎呢 在那种情况下很好理解 敌人打来了 不堕胎跑不掉就得死 堕胎了 跑掉了以后还能再生 堕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这样很残忍吗 这样确实很残忍 但这是两个族群 你死我活的波动 当中原汉朝人 没有反抗能力 匈奴骑兵肆意 掳掠屠杀的时候 匈奴骑兵又觉得自己 太残忍吗 所以汉朝 我们这个时候的祖先 隐忍了一百年 在敌人干掉自己之前 先放干了敌人的血 历史就是这么冷酷 残忍而无情 匈奴虽然激动性强 但每次进入中原 只能行动几之事 中原各郡县 减碧青野 让他们抢 抢完了只要人还在 还能再生产 而汉朝挑春夏出击 每次都在匈奴人 声誉的关键时刻 重创匈奴 几十年消耗下来 匈奴这一整个族群 就凋零了 之后 不管匈奴是远顿了 还是分裂了 还是投降了 总而言之 他们败了 而我们赢了 之后的历史 就进入下一个篇章了 我们一直繁衍到了现在 现在的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 平凡的文字后面 都是尸山血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ә